不知道什么时候 学会了走路 什么时候 学会了哭 不知道什么时候 学会了沉默 什么时候 学会了情愫 兜兜落在 睫毛上的土 才发现 熟起的也会生熟 或许做梦是 误会了自己 否则怎么能有醒来后的孤独 想的太多 梦的太多 我糊涂 想的太伤 梦的太伤 我盲目 想低声说 却不在乎 可灰飞的心 总是在高处 想低声说 却不在乎 可灰飞的心 总是在高处 不知道什么时候 学会了沉默 什么时候 学会了情愫 明明白白 我的心 可望一份 安安感情 硬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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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硬� 和产业 来 小芊 你一遍 小丹 你和圆圆的好事 你晃上 谢谢哥哥 这是你和小班的裙子 一一条 师傅 这次外出学习 收获不小吧 什么学习 等于在江南水乡 疗养一个月 收获还是有的 您这个那么多 大单位的劳资干部 全都集中在一起 你别动 这么着啊 没什么 是我们发的学习材料 还保密 不保密 就是关于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 劳资改革 反正 你要是看你 先拿去看 估计你也看不懂 我一会儿再自己收拾吧 行了吧 出去一个多月 跟爸多聊聊 今儿给你做的 都是你爱吃的菜 是啊 我先放书架 我自己来了 什么宝贝呀 都那么怕我丑 没什么宝贝 没什么宝贝 那 那 你 你 你先收拾屋子里 收拾屋子里 我 我一会儿自己烧 你别跟我闹乱了 师傅 关于劳动工资改革的问题 有什么新精神吗 都是新精神 爸 这个 我这个体会 您先 我一会儿向您汇报 您先聊着 我帮他收拾收拾 贾志国 我还真丑不懂你这学习材料了 你可得好好给我解释解释 这大姑娘她是谁 呦 这是谁呀 挺漂亮的 不是你们单位那小户是吧 这不一圆两呢 咱们一个月跟我们改长了呀 志国你别开玩笑 那一块学习的同学 临边送个纪念 那些一般同志关系 我也不想要 他随便塞给我 当面又不好拒绝 一会儿你随便扔上去就行了 根本就不该要 行了 回头扔了就算了 和平啊 你也别往心里头去 志国这孩子从小就不会处事 嗯嗯嗯 他可是够会处的 您瞅他刚几天 那处这么个大姑娘 您瞅有这后面这字 恨不相逢未嫁时 花开花落两由之 写这诗的人还活着吗 是啊 他也不知道是哪位古人写的 跟他跟我都没关系 那什么 爸 刚才您说那改革呀 我是深有体会 你体会个鬼 这就是你一个月的学习成果 你要老实的坦白 真正的检查 深刻的反省 来取得和平的谅解 小张 给我上礼物拿酒精呢 哎 老大别想不看 我喝他也是一吃糊涂 哎 和平啊 咱们闷了喝酒 渴了喝水 酒精就不要喝了 我漱口 我擦嘴 我消毒 我刚才清了这帮八蛋一口 我由于放松了思想改造 就一时的糊涂 在资产机糖衣炮弹面前 打个败仗 没有认清 这条化成美女的毒蛇 我对不起党的教育 辜负了你的信任 我痛定思痛 我悔恨交加 我刚才我一头转子 我得了我 嘿嘿嘿嘿嘿 这玩意撞得死人 要撞撞墙 南墙在那儿 其实 我要不是看着爸爸又老 元又小 智欣和小凡都没有工作 你又年轻 真的我就一头撞死了 不是 和平 你就原谅我这一回 我永不再犯 我永不改毁 我是说我永不翻案 我给你写一 写一保证书还不行吗 你说吧 咱什么时候就办手机去 你说保证书还得公正是吧 咱什么时候办都行啊 谁跟你公正啊 我跟你办离婚 和平 咱也是十几年的夫妻了 我有错我改还不行吗 那皇帝都能改好 我就改不好 那女的 她不是恨不相逢未嫁时吗 那你一定是恨不相逢未娶时了 还四呦呦恨呦恨到何时方是修 何时方是修啊 离婚才到头对不对 这 这都是她说的 她不能代表我 她只能代表她自己 总而言之 她只能代表她自己 我从一开始就不同意她这么说啊 那后来呢 后来 后来 那后来我就批评她 是吧 你什么叫恨不相逢未嫁时啊 嗯 啊 你这样 见一个爱一个 嗯 建议思迁 悲水主义 亏了你还是国家干吗 你简直把自己 混同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嘛 嘿嘿 老百姓 是啊 老百姓哪点不如你们呀 就是嘛 你们要真像老百姓倒好了 你们要真像老百姓倒好了 说她呀 是不是 那中国传统文化当中 有多少 那个啊 中振不二 从一而终的 优美动人的传说呀 就是啊 那梦将你哭长城 嗯 啊 就像你这种思想 那你什么时候把长城才能哭倒啊 这 你丈夫死了 你还不赶紧往里找一个 你 你还有心思哭啊你 再后来呢 再后来 他就 幡然 毁晤 痛改前非啊 我们是 我们是 撒了眼而别 互相勉励 我们决心 以更饱满的热情 投入到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当中气 我们要在各自的岗位上 是发光发热 假之光 你交代实质性问题 你跟他 都干什么 我什么也没干呀 我 他是落花友谊 我是流水无情啊 我能跟他干什么呀 我就是批评了他 教育了他 从而避免了一场阴阳大裂变 使两个家庭幸福美满 大团圆啊 合着你还竟干好事了你 这也跟你平时对我的严格要求分不开 所以我在关键时刻我能够经受住考验 假之国 你要是这种态度 咱们可就没必要再谈下去了 嗯 我 呃 当然了 在事情的进行当中 我也有犹豫动摇 立场不坚定之处嘛 啊 人非圣贤 熟能无过呀 但是我一想到了你 我一想到孩子 我就战胜了我自己 我为我最终的胜利感到骄傲 你们俩人 就真的没出什么事 你想到哪去了 我也是受党教育多年啊 我能做出那种 对不起祖国人民 对不起妻子儿女的事吗 我们俩人 我们俩 连身体方面没有任何接触 连手都没拉 有则了吧 你啊 我听着就恶心 你说吧 以后打算你怎么办呢 你还去见他吗 我 我还见他 我 我好不会逃出了湖口 我自己往回遮呀我 我有病啊我 甭说我去见他 就是今天晚上 他翻了墙头来见我 他怎么进来的 我怎么给他扔出去 咱家可是二楼 你舍得扔吗你 二楼 八楼我都敢扔 在家我怕谁呀 甲智国呀 我现在可真替那姑娘抱屈呀 怎么瞅上你这么个没骨气的你 啊 男子汉敢坐敢当 哦 你在外头沾花惹草 跟人家没来眼去的 回到家里一见老婆就筛糠啊 把自个儿推得一干二净 把人家骂得狗血喷头 你说说你这人 你有劲吗 不是 他不是你 没劲 得了 为了这个家 这回我原谅你 啊 回头你呢 把那姑娘的姓名 地址 电话单位 都给我写下来 啊 有这个必要吗 你放心 我不会去为难他什么 我就是想看看你说的是不是实话 喂 杭州 我要杭州啊 喂 我北京长途 请 请接财务科 我找方科长 方副科 小方是你啊 我是智国 你好 我也很想念你 小方 你 你好 你别这么说 是我对不起你 小方 我跟你说 你给我的相片 让我爱人看见了 他说要给你打电话 哦 这几天你出差了 啊 那好 那好 他要是给你打电话 你千万别生气啊 你出差期间抽屉被人撬了 损失大吗 突然没有 是顾客这么带人撬的 凭什么呀 找公当骂也不应 什么 我给你的信全都在抽屉里 哎呀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 让你越后销毁 越后销毁你 你舍不得 你舍不得 你赶紧销毁 赶紧销毁 哎呀 不是我胆小 可不是怕担责任 我是说这种 鱼为你的牺牲你没有必要 喂 喂喂 喂 打电话呢 这不 啊 回来了 没 哦 回来了何平啊 啊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刚回来 哦 给谁打电话呢 哦 一个同学 哦 一块学习的 哦 我就是跟他讨论一下这个学习体会 对对对对 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啊 我还有些模糊观点 这一讨论我就明白了 这中央精神啊 就是好 太英明啊 不是 跟谁讨论呢 小方吧 啊 不 嗯 你不是说你要给他打个电话吗 这事你甭操心了 啊 我在我们团给打了一个 怎么样 啊 出差了 没在 我把我们团电话留给他了 让他回来往我们团打个电话 你干嘛留单位的电话呀 咱们是人民内部矛盾 你何苦闹单位去呀 不是 你这意思是说 让我把咱家里电话留给他 你说这合适吗 咱家老的老小的小 你让我怎么跟咱们的父亲交代呀 怎么跟咱们的孩子交代呀 怎么跟咱们的弟弟妹妹们交代呀 这话说出来可不好听了 你有脸做 我还没脸说呢 我做什么了 我做我不就是 完了完了 我这辈子把柄算让你给钻死了 我这 本来这事呢过了好几天了 我也不想再提了 可是今儿我在单位啊 接了个电话 我不得不告诉你 希望你听了以后呢 千万别紧张 我 我不紧张 一点都不紧张 你看我的手都不发抖 你说吧 是一个从浙江打来的长途 一个女人的声音 小方 嗯 不是您那小方 她跟我说 她说 喂 您是和平同志吗 哦 从声音里我就听出来了 您是贾智国先生的夫人吧 嗯 我呢不能透露我的姓名 我是出于一个女人的同情心 给您打这电话 嗯 我这儿呢 有您丈夫给我们单位 方小姐写的一封信 我在这电话里给您念一下 他就给我念了一遍 至于这封信的内容 当然你都清楚 完了完了 怕什么来 贾智国 怎么回事啊 不是 嗯 我 这样 在 小方出差期间 嗯 她的办公桌 被一个顾科长给撬了 是为了找公张 这个顾科长呢 跟她之间有矛盾 所以 她完全有可能已经 看了这些信件 并且完全有时间 把它复印下来 以此达到她个人的目的 所以 你千万不要上当受骗 我不会那么轻易上当受骗 我对他们单位 什么乱七八糟 顾科长 我也不感兴趣 我就只关心你 为什么要给她写那样的信 我 我 我那是因为想你啊 我想你 你又不在我身边 我就把她当成你了 瞧我这眼神 行 今儿我算你看错人了 现在当着本主 啊 你把那信 一五一十的给我叙述一遍吧 别这样 我都犯过一回错误了 你还让我翻二十回吗 你 不行 今儿你必须说 那 我怎么张得开嘴 当时你怎么好意思说来的 那好 我 我交代 我 他给你念的是哪封信啊 你给他写过多少封信呢 姐 有好几封呢 我不知道他电话里给你念的是哪封信啊 他 你一封一封给我念 你每一封都得给我念 我告诉你 假之国 今儿我是到了最后极限了 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我就看你表现如何了 我 那 那我就 坦白存宽了 嗯 你念 我从第一封信开始说起 第一封 第一封信 是我跟他第一次散步归来之后写的 就那酸地儿就甭提了 开头称呼他 方 方什么呀 没有了 就一个方子 我这人用词简练在单位锻炼这么多年了 你又不是不知道 黑黑黑 我跟你过十几年了 你冲我简练过一回没有啊 啊 你叫过我一个平字没有啊 你凭什么他一上来就能享受这待遇啊 我愿意 我也可以让你享受一回 平 哎呦 我听着不是跟过电视 你激动的 嗯 那 我 信是这样写的 嗯 散步归来 新潮起伏 浮想连篇 夜不能寐 遥望南窗 欣然命笔 西城小诗一首 诗曰 西湖风光 好所在 学习之余 信不来 新长征路上 手牵手 改革路上 朝前迈 不会写十九也写啊 冰到外面给我丢人现眼 你不懂 高明就高明在这儿 他要是有意 手拉手朝前迈 他就明白是什么意思 他若无情 这封信拿给谁看也挑不出毛病来 我谁也抓不住 假之国呀 假之国 你可真是虚伪到家了 在外头秀个小蜜 还使这么些鬼心眼 第二封呢 接着说 爹 不是 他到底给你念的是哪封啊 你哪封都得给我说 我 我说实话吧 我前前后后 大约一共给他写了 有有二十多封信 对蜜的时候 一天有三封 我要是全都交来了 就是你不跟我离婚 我也没脸跟你一块过了我 我爱人说 给他打电话的是个女的 我回忆是你们那顾客长 知识什么人干的 说不定就是他老婆 我不知道他念的是哪封信 所以我一口气 交掉了十几封呢 我觉得这事挺没意思 我对不起你 也对不起我自己 谢谢你的理解 我今后 我今后再也没有脸面见你了 我觉得我的所作所为 我不像个男人 不不不 你没有必要去向那个顾客长 暗示什么 且看他下面如何动作吧 我现在 我现在还能够控制家里的局势 要知道发展到今天这个局面 还不如当初我就和你 省得网当个虚名啊 哎 此生得一知己足矣 此事当以同怀世之啊 对不起来人了 我得挂电话了 祝你幸福 嗯嗯嗯嗯嗯 这月电话费又得好几百 静大长途 是的 刚才我是给小方打了个电话 哦 我想问问他 他们顾客长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 目的是什么呀 在这次机构改革当中 他和小方两人当中将要有一个被提升为副处长 哦 小方比他年轻 又有学历 所以竞争力一定很强 再加上这次干部培训班又只安排了小方一个人开一家 所以顾客长怀恨在心想通过这件事把小方整一下去 那他可以把你写的那些个信复印下来给他们单位领导记一下 小方不就完了 那样做不行 现在单位里开明一代的领导对这种事出有因查无失据的事一般不予理睬 还会怀疑记信人的动机 小方的抄体又让人翘过 很快就会怀疑到顾客长身上 弄不好小方没完他先完了 所以他用的是 剪刀杀人计 任我做他想做而不敢做的事 其他想起而不敢起的作用 对 而他自己还不公开露面 却只是另外一个女人 很可能就是他的老婆 以同情的口吻打电话给你透露信的内容 试图激怒你 如果你能够站出来 给他们单位写信来揭发的 或者跑到杭州直接去面对小方去质问 那小方就完了 就在这个单位再也混不下去了 他的个人目的就达到了 狼子野心何其独野 为了个人的一点私利 不惜心两个家庭的幸福 这样的人 你能跟他站在一起吗 我不能跟他站在一起 没跟他站在一起啊 恰恰相反 他在破坏两个家庭 我在挽救两个家庭 对不对 我只要求你 把你跟小方通的那些信件的内容 和你们俩的关系 原原本本 认认真真的给我老实交代 这样呢 那个女人再来信 我就会非常自豪的跟他说 我说对不起女士 您讲的这些个事 我丈夫都已经跟我坦白过了 并且得到了我的原谅 请您以后不要再来电话了 感谢您的关心 谢谢您 再见 嘎嘚 对 就跟他这么说 气死他 咱们国共两党共富活难 专门打这一款鬼子 可惜呀 我不能这么说呀 今儿我又接到了第二个电话 他又给你读信了 我那些破信的内容 我不都跟你交代了吗 这封信你可没交代呀 比哪封都严重 是的 我是有这样的信 我因为怕你受不了 我没敢跟你说呀 我现在跟你彻底 只是坦白之后 你也不会原谅我 我一边是老虎凳 一边是垫椅子 我横竖 我是个死啊 辛苦的 老子跟你有什么仇啊 老子家伙人亡 对你有什么好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ach